大家好,我是小新 今天用杏鲍菇做一道美食 首先把洗净的三个杏鲍菇放入盘中 水开之后放入蒸锅 大火蒸8分钟左右 大蒜切末备用 小米椒切圈备用 生姜切末备用 蒸熟的杏鲍菇取出之后把它放凉 不烫手的时候撕成细的小条 盆内加入葱姜蒜 一大勺味极鲜 一小勺香醋 一勺白糖 一点点盐 适量的香油 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装盘了 这道菜好吃的观念是在于蒸和手撕 上锅蒸可以保留杏鲍菇的原汁原味 手撕拌的时候会更容易入味 而且口感也会很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小新 下期见